怎么了 里面那些 写的那个信息内容 就有麻 然后你就问他了是不是 刚刚我问他 就是手机中的短信是怎么回事 他说是我的一个朋友 他就这样说 是普通朋友还确实是男朋友 就是同事 然后之间互相关心 发的短信 同事 你现在是想跟他分手是吧 那你跟那个男孩子表白过吗 表白过 那个男孩比他好在哪 你给我比较一下行吗 我相信这也是你的问题对吧 那男孩有他高吗 有 比你高 这不算什么 有他帅吗 我觉得有 有他挣的钱多吗 这个我 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你不是同事吗 怎么会不清楚呢 虽然是同事 但是跟工作不同 那个男孩家庭条件好吗 比他好 好到什么程度 你能告诉我吗 家康水平 你们要结婚的话 有房子住吗 小伙子 因为我是 因为我出生农民家庭 因为我 本身就是家里不富裕 就是没有 结婚吧 就是临时 就是买不起房子 这不是说 出生于农民家庭 他就可以 买不起 买不起房子 反正很多农民 他都是 现在都结婚 孩子结婚 都是可以给他买车买房 而他家 却不这么认为 再一个 还有一个原因 以前 我俩在一块的时候 他都一直都对我很好 也很关心 我很照顾我 但是自从 他向我求婚 然后我没同意之后 他 他就 就对我很冷淡 说白了也就是说 你觉得他家 硬件条件不行 不够你想嫁的那种条件 对不对 那也是一个因素 小魏还想挽回这段爱情 对 小片里也说到了 还想知道对方到底是谁 要打开这个谜团和疑问 对不对 是 我们先请老师给你们分析一下 你们现在的情感现状 来一起进入到 真心瓜子 秋皮特本圈 左杰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到这来 我到这来的原因 就是跟小魏说明白 我就是不想再跟他和好 然后我就让老师给我个选择 然后我去选择另一份爱情 其实你一直就没有爱过 你一直把它当成是观望的态度 你在这个现场说话 字字诸句 句句伤心 没有一句不是朝着男嘉宾的心窝子上通过去 你应该斩钉截铁 不给他任何的希望 省得耽误他的时间 这才是尊重 他跟你之前曾经有过的情感 我不想去伤了他那么深 你伤了他的自尊 伤了他的面子 伤了他的心 你要是真的尊重他 你今天就分手 不要再回来 不要犹豫 是吧 周老师 女人欣赏男人是欣赏男人的尊严 欣赏男人在自己面前非常的高 可如果你在一个女人面前 表现不出这种男人的尊严的话 不会被女人欣赏 所以今天我觉得对于你来讲 你最好做法是你自己走掉 你不要拿着他来选择 你把你爷们情绪拿出来 你说我一男人又不找到老婆 我才二十三岁 我怕什么呀 像个男人一样的 对 像个男人一样去爱 像个男人一样去放手 这样才是一个男人 所以我先打断一下 你为什么哭啊 我觉得或许这么做 我很对不起他 但是我也要把我心里的真心话 告诉他 我想再一次的跟你凝确 你跟对方表白 对方接受你了吗 没有 那你心里舒服吗 不舒服 如果我说我今天把那个人请来 老师们给你的建议是像男人一样的做 你会怎么做 那是你真爱的男人是吧 对 来我们有请 有请这位男生 来有请 同事啊 对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最纠结的是我 你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我特无辜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今天来这个目的呢 就是说想跟你解释清楚 刚开始的时候 他对我的表达只是说是什么呢 我一直把你当最好的朋友 那种 就是说像那种知己那样 但是呢 后来我就慢慢的发起 我跟别的女孩在一块说话的时候 肯定会特别不舒服 然后有时候我就会问他 我说你一直是说天天和我说 就说对我 就是只是把我当朋友看待 为什么你现在 要那个说 说你要那个 你这话说的很危险 也就是说实际 小左爱上你 你是有感觉的对不对 你还装什么无辜啊 你今天来道理是说什么 你要想跟小魏说什么 一开始我真不爱 你告诉我 现在我现在 现在我真爱上了 那你那你叫无辜吗 小魏 我要是你啊 我要是你 我祝福他们 幸不幸福是他们的事 怎么说呢 我认为他本身 有可能是贤贫爱富吧 不要再去谴责对方了 但是我不想去放弃这段爱情 你不放弃能怎么样呢 你能怎么样 你们哪一伞在这 那个 来 你想娶她是吗 对 可是他爱的是他怎么办呢 因为 现在 现在 我不能再试 我究竟哪里做错什么 老师们 我们有错吗 其实你没错 错的是他们 失恋也好 最担心的就是 把这种错误 全夹在自己身上 觉得自己不如别人 我说过的 他们俩这个爱情 早晚会被第三者 还会拆散的 我告诉你 这样的爱情模式 长久不了 今天这一幕早晚会发生 或者今天 或者明天 爱情可能是有一段 惯性 让你觉得不舒服 这可能会让你成长 我相信在你脑海里面 是有一个模式的 我爱你 我们谈恋爱 我们结婚 对不对 对 下面我要让你听到的是 他家里的意见 我们进入到 踏浪 旁观者清 接下来我们将接通的是 小左妈妈的电话 我们听听左妈妈 对你们俩这段 感情怎么看 来 原先 喂 您好 阿姨我想知道 您怎么看女儿和 魏远刚的这个婚事的事 我还是比较喜欢魏远刚 他对我女儿 挺负责的 他曾经跟我说过 说过 我追求您的女儿 我就是说 我一定要对他负责 对我 我结婚以后 对我家庭负责 所以说这点 我比较看重他 就是另一点 就是说他的家庭情况 跟我们家确实有点差距 但是呢 如果我女儿同意的话 也是支持我女儿 左妈妈 有一个最现实的问题 现在您的女儿 要跟小魏分手 跟魏远刚分手 因为你的女儿告诉我们说 他爱上了另外一个男孩子 这个事情你知道吗 我有所耳闻 他只跟我说过一次 就是那个家庭条件比较好 但是对他那个人的人品啊 能力啊 我不是太了解 因为我没有见过他 现在您的女儿 把他内心的话告诉了小魏 其实说 我爱上了别人 我想跟你分手 但是小魏心里很难受 那作为一个喜欢他的长辈 您会对小魏说什么 小魏就在场 小魏你好 你好阿姨 怎么说呢 我还是比较欣赏 你这个孩子 说实话 如果我女儿想提出跟你分手的话 我也觉得有点舍不得 但是我还是把主动权交给我女儿吧 毕竟她是我女儿 说实话 作为一个母亲来讲 我也不能特别难为她 那我就说这些吧 好 谢谢 谢谢左妈妈 谢谢 好的 小左 爱一个人是有自由的对吗 前提条件是 你身边没有人的时候 你才有自由爱人 对不对 自己来跟小魏说 你怎么解决你们俩的情感 告诉她 我就是希望通过这个节目 别希望通过我们 你说 我就是想 把我心里的真心话跟她说 然后 让她不要再这样了 那你告诉她 你为什么不爱她 因为我 看上别的人 所以 那你为什么 她是看上别的人来 因为我觉得她对我 比 比你对我更好 那我呢 你说 不知道 别急 你爱她吗 你们俩这件事情什么时候说破的 还是就没说破过 之前 我没有说错 也就是在这个现场你是来表白的是吧 对 你爱她吗 爱 你当你听到这个男人说他爱你的时候你高兴吗 很高兴 好 他明明在说谈 他明明在说谈 当他说爱她的时候他越来越没出表情 一定最早就说过的 绝对不是现场 嗯 小魏 来接你父亲的电话 我想听你父亲怎么说 来 让我们来接通魏远刚父亲的电话 喂你好 我是 听到了 您是魏远刚的父亲吗 哎 我是 您的儿子小魏和小左谈恋爱的事您知道吗 嗯 我知道 我知道 知道 那叔叔现在我特别遗憾的要告诉你说 你儿子的女朋友小左他爱上了别人 他要跟你的儿子分手 你有什么话要跟儿子说吗 嗯 我 你经常是要上了的话 经常上分手的话 也没办法 在下来 下来 就是男爹自由恋爱的地方 你爸爸说什么 他说就是 现在谈恋爱都是自由恋爱 就是家里只是给你提供一个参见 主要是还是在于两个人 好 您是觉得主要在于两个人对不对 刚才您的儿子给我们做了一个翻译 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您的儿子钻到了牛角尖里面 他不愿意跟小左分手 一个女孩子在这么多人面前说 我不爱你 我爱另外一个男孩 但是你的儿子好像辩不过这个劲 当爹的有话跟他说吗 那个男的家 就不不不 不能上海了 那就 那就无法回来对吧 听懂了吧 我听到了吧 听到了吧 就是这样 今天就 今天就无法回来 那说对吧 还说完回后 对吧 听到了吧 听到了吧 就是这样 还说完回头 谢谢卫叔 谢谢你 你爸说什么了 哭成这样 真是 马刘还有用吗 在这里 我心里不服 不服 是吧 对 就是因为他的介入 碰壞了我们 是他是吧 对 好 来你站到中间来 这是你们三个人的关系 对不对 对 如果有一天他也爱上我了呢 如果有一天 涂老师站在家 他又爱上涂老师了呢 你有什么不服的 在我看来就是 因为我 在条件本身就是不好 好 我们就算他是个败金女 你条件就是不好 他就是看中他家条件 你怎么办 你回答我 因为这个 我可以通过以后的努力 他不愿意等 他不愿意等 接受不了对不对 对 是接受不了 他离开你的事实 还是接受不了 他们俩在一起的事实 都接受不了 哪个事实更难接受 他离开我 帅他 是吗 你敢站过去吗 我 你真有胆 我现在看到这儿吧 我才知道他输在哪 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你看你那些眼泪流的 你一直在找客观原因 是我家里条件差 我怎么样怎么样 我要跟他在一起 你是个没有主心谷的人 你知道吗 所以我认为 有的情况下 是批评他们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过于批评他们 就等于帮你找到了借口 可怜自己 你是不是觉得 你现在是 全世界最可怜的人 最倒霉的人 是吗 这个 还有脸哭 你哭什么东西 你大老爷妈 洗碎了 就一女人分了手 出现了一群 你在那儿哭 男人与男人比的是什么 比的不是家庭条件 比的不是谁高谁帅 比的真的是负责任心 才比得出你男人的雄心 男人你知道吗 对 这我知道 你知道你知道 你哭什么 对 因为我没想控制 你是没有办法控制 但问题是在哭了之后 你该怎么做 我为什么要这样说你 我现在就是想 建议了去争取这个事情 争取什么 建议了去争取 争取是什么 去争取他 你争取什么东西 争取是什么 争取属于你的幸福 对不对 对 但你首先认清楚 自己这个人吧 你输在哪 你要如果说 你此时此刻 你是很坚定的 很有雄心万壮的 很宽容的 对他们说这话 我绝对不会这样 严厉的批评你 但你是选择在哭啊 你越哭的话 有些人就越得慎 你越哭的话 他就越觉得 左杰就觉得 我离开你就是正确的 你看你多懦弱 我想问你 你口口声声说 爱他爱他 可是当他最需要你 的时候 你在哪呢 你出现了吗 因为那段时间 我挺忙的 你每次都是 你忙着接口 你没资格在这儿说话 其实我知道 当他没有赔的时候 有你在赔就够了吗 你就不用去管他 你如果还有更好 就替他赔 替你赔他 没关系 对 谢谢